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 不人之初性本思人类因为有自我意识所以性本思 而AI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 是人类与AI机器人的最大分别 所以性本思可能反而成了人类最大的资产与优势 以前读中学和高中时 老师时常喜欢提起人之初 是性本善或性本恶这个话题 不过最后往往也没有确定的答案 其实正确的答案也许是人之初性本思 自私里的善与恶就像太极里的阴与阳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所以自私里的善与恶也是善中有善 他们都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自私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与坏 要看个别的情况而定 例如有人说 利他就是利己 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曾遇到过一个房屋经济 他喜欢和其他经济合作 co-broke 大家一起赚钱 别人有机会 也会尽量介绍顾客给他 结果大家都得利 也都赚到了更多的钱 另外一个大家都耳目能详的例子就是 薄利多销卖便宜一点 因为多销反而能赚更多 因为利他也可以利己 所以自私也可以是为善的一个理由 自私也可以是为恶的理由 如果别人经常欺负你 出于自私的原因 为了保护自己 可能为了自卫而伤害对方 所以自私可以使人为善 也可以使人为恶 有些人认为自私不好 但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 人类与AI机器人最大的分别 就是人类有自我意识 也因此就有了自私的本性 因为有自我意识 才会产生自私的念头和感觉 而令很多科学家感到最恐怖的是 如果未来机器人也有了自我意识 人类恐怕就要灭绝了 机器人的灵魂是一些软体 信息 编码或代码等 无形无畏 没有实体 看不见 摸不着 也没有重量的东西 有了这些软体或灵魂 AI机器人才能为我们完成 我们所要求的机器人 应该完成的特定任务 没有了灵魂的机器人 就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体 或废铁罢了 人类的灵魂 比机器人的灵魂高级得多 主要表现在人有自我意识 那么人的灵魂会不会也是一些信息 再加上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更高级 或更高维度的东西呢 现在有些科学家担心 如果AI再发展下去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发展出自我意识呢 这个谁也说不准 不过短期应该不可能 人类到目前为止也无法了解 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人因为有了自我意识 才会发展出自私的心理 以前在大学读书时 会在假期里到育郎工业区当临时工 赚取一些费用 也认识了一些刚完成中四学业的中四生 从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 在一些离世区很偏远的学校 会考的及格巴仙率很低 很多学生虽然修完中四课程 却无法拿到会考文凭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当时的机会还不错 但是如果没有一张中四会考文凭 很多机会都会被排除在外 老师对学生最大的影响 就是给他们一些好的启发 如果能够让他们了解到 学习与自学的重要性和好处 基于自私的目的 他们就会衡量好处与坏处 也就能开悟 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路 如果加上教导他们一些学习 与应付考试的方法 就能锦上添花 但是在那个年代 似乎并不容易 以他们的智商 IQ 在今天要完成理工学院的课程 应该没问题 所以自私也可能令人开悟 决定如何做出 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自私还可能为人类 带来不少机会和希望 如果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 就很难完全取代 人类的很多工作 例如 机器人如果依死人 并不需要负起相关的社会责任 而人就不同了 因为人需要承担责任 就会小心谨慎 就会怕输 而社会也需要一些人 去负起相应的责任 所以即使机器人 比人类强很多倍 人类还是需要 对人的认证来取得资格 如医生 会计师 律师 工程师等的专业执照 才能从事某些工作 而机器人 则能给他们的工作 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以前刘邦拥有张良 萧和 韩信等优秀的人才 这些人才在很多方面都强过刘邦 但是他们却没有最后的决策权 而刘邦则拥有最后的决策权 所以 他能够利用手下人才的才干和智慧 去完成他的伟大事业 现在的机器人 因为没有自我意识 无法做出决策 所以给了人类一个很大的机会 人类可以拥有很多能力 比自己强很多倍的机器人军师 给自己提意见 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我们处在AI机器人横行的时代 人人都应该学做刘邦 成为刘邦 利用AI机器人来发挥自己的潜能与特长 去完成自己的事业和任务 很多人可能认为自私是不好的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今天 机器人横行的时代 原来拥有自我意识 人性本思 可能反而是人类最大的资产 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宝贵的优势